南投縣政府LINE群組推出宣傳 小圖卡可愛的高麗菜娃娃 寫著自從吃了高麗菜 考試都得100分 我吃了三個牛丸之後 頭腦都變得靈活了好多 每次考試都得100分 哇 真的那麼厲害 原來這台詞就是 哭手電影十神考試都得100分 下面還附上四個吃高麗菜的理由 包括富含維生素K膳食纖維 減少血管脂肪抗氧化 最後來一個真奶炒高麗菜 強調只會出現在日本的神秘料理 無厘頭宣傳果然達到效果 有蕉蕉的 蕉蕉的 可以 都可以試看看 比較另類 蕉蕉我們有用黑糖 然後去綜合蒜味的鹹 我覺得是很大的 由於高麗菜進入盛產 其單薪價格被影響 因此縣府推出蓄味宣傳圖卡 鼓勵民眾多吃高麗菜 但根據農委會預警系統 11月下旬苗廠出售的高麗菜 高達611萬株 因此發出紫色燈號預警 但近日天氣轉冷 包括火鍋等熱食對高麗菜需求增加 因此目前每公斤成交價 平均在15元上下 沒有到烤100分那麼誇張 但是幫幫菜農也不錯 另外加上今年月底就是農曆春節 因此11月份種植的高麗菜 也是看準春節市場 因此還是提醒不用過度擔心 但多次高麗菜確實富含各種營養 至於考試會不會得100分呢 那還是要看看您個人 TV新聞陳家貴南投報導